出来了 到了吗 走 你们干什么 我的孩子 你干什么呀 你们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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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干一件大事 我还得买菜去吧 买菜是这样 有关一件 你买菜还要买菜 买菜是这样 怎么了 邓大夫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们 没有啊 真没有 真没有 艾琳 刘大夫 这个人跟你长得好像哦 我上个礼拜 从私立医院出来了 后来我不怕你们 笑话我老换工作 我就没好意思跟你们说 哎呀 刘大夫 你这个人也太要强了 我们几个又不是外人 你瞒着我们干什么 干什么 就是啊 算算我们五个老闺蜜 就数你的专业厉害 我们还笑话你 我们笑话你什么呀 再说了换个工作又怎么样了 能够没完没了换工作的人 那都是有能力的人 我们为你骄傲 是啊 老闺蜜 这件事你做的可不对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给大家赔不是了 我错了 我错了 哎 这个 是在哪儿搜到的呀 我们何止搜到这个 过一会儿 我们还要有一件大事要办呢 那什么大事 到了你就知道了 干吗呀 来来来来 你们想这来干吗呀 没有什么事咱不能回去说吗 刘大夫 要办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啊 没什么大事 没什么大事什么事 哎 你听我的话 乖乖地坐这儿喝茶就是了 啊 听话 喝茶 对 看我们怎么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不会吧 你们帮我把那爆发户给约来了 你说对了 啊 我们要为你 揭开这个人的虚伪面具 哎呀 刘大夫 今天你就不用害怕了 有我们四个保护你 就是借他的胆 他都不敢动你 你跟手指头 哎呀真的不用 我 我都懒得跟这种人说呀 说呀 说呀 说来说去的 再说我都已经离开月子中心了 回去回去 咱们把月子鞋 回去了你 哎呀 刘大夫 你听我说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升级了 性质发生了变化 不能就这么算了 哎 准确地说啊 你现在由一个自诉变成了公诉 咱们这四个就是你的公诉人 对呀 哎呦求求你们能不能饶了我呀 真的这两天我就摆着这事摆着摆着 我特别特别地累 我不想再提这个茬了 我早就摆了 不需要你出马的啊 你听我的话 你只需要乖乖地坐在这儿喝茶啊 你用你的耳朵间听着我们隔壁是怎么审他的 等审完了 我们一声令下 这时候你就闪亮登场了 刘大夫啊 你就安安稳稳地坐在里面 垂帘听证啊 看我们怎么收拾他 陈世美回头就让他坐在这儿 什么陈世美 哎呀不是让你藏起来嘛 我告诉你该出场是再出场 你就是三句办的最后半句 总结陈词 行了 还有十分钟人就要到了 咱们总得明确一下分工吧 艾琳娜 你最想搞媒体的 你坐在中间 是吧 我们顺着坐 好好好 那我坐这边了 艾琳主持 我和宋老师负责发问 眉仪见缝插针 我们要小置一礼 冬至义情就算了吧 像这样的陈世美有什么情啊 那秦霞是谁啊 回去 你们弄得我怎么这么紧张啊 你们 来来来来来 咱俩换个座吧 我坐这边 我们这这这 我坐这儿 我们挺搭的衣服啊 我觉得我还是坐在那儿好 那儿倒茶送水方便 我来我来我来 快快快 那好吧 你倒茶 是啊 颜色不搭 来 换回来 换回来 来来来 再换换来 换换 换换换 来来换换 好了 就这么着吧 就这么着 这么着吧 好 哎 来了来了 来了 来了 这儿 这儿 亭一 是这儿 进来吧 啊 坐 啊 那就开门见山 记得哦 你先说 你们四位是记者 对啊 无约放谈 不是 看你们四位的年纪 应该退休了吧 是这样的 我们四个人都是返聘回来的 主要是做一些 钱财工作 对啊 那个编稿什么的 现在年轻人都愿意抛头露面 目后工作没人干 哎 我说你 跟她解释那么多干什么 其实我们也挺忙的 既然你不肯说 那就算了 发生就走了 走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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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误会 主要是我 对你们节目人员啊 不是很了解啊 各位 别误会啊 别误会 那就请你快说 哎 你们坐 你们坐啊 是这样子 你们是吴越访谈的 那么 咱们就实话实说 我告诉你们 这是一件 非常严重的 侵害消费者权益 损害患者身心健康的 医患事件 所以我准备 给事件定性 那是法官的事情 你跟我们 只需要如实地 陈述事实 那是 那是 那 是这样子 我希望你们 五月访谈啊 能够到新妹月子中心 去暗访一下 我和我太太啊 是他们的VIP 所以呢 我太太呢在 你太太 对啊 你太太 是啊 你太太 怎么了 当然是我太太了 各位 我们现在谈的是 医患关系 你们作为新闻工作者 别那么八卦行不行 我们老太太就喜欢八卦 你老婆 不是到天津出差去了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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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 这 这是我女朋友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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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她不是你媳妇 你怎么提前出来了 好 你们是一伙的 你甭管一伙不一伙 你家里有老婆 怎么跑到外边 跟小姑娘生孩子 倒到身上太地下了 你 什么小姑娘 就是一小三 家才两只蠢 被你孩子着想了吗 别吵了 回归正题 这是大事 必须说清楚 说什么清楚 啊 你们这五个老太婆 联合起来冒充吴越访谈 想来教训我是不是 啊 给我等着瞧 干吗 坐下 我觉得 她现在就应该跟那个小三 一刀两断 对 一刀两断 孩子是无辜的 那要不然 跟她老婆离婚 跟女朋友结婚 你说总得给孩子一个名分吧 那这样也行啊 也行什么呀 凭什么呀 小三宅政啊 她老婆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 她在家里搞外遇 哇 小三转正啊 这天理难容 那就离婚 跟这个也别结婚 一辈子打过棍去 那孩子又没爸爸了 就这种爸爸 不要就不要了 你刚刚不是一直在说 刘大夫的态度恶劣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到底怎么了 你不知道 那个死老 不不 那个 那个刘医生啊 态度恶劣得要死要死的 我跟你讲 气得我女朋友差点头心脏病 齐先生 您怎么说话顶倒黑白呢 明明是您要加三没加成 反而呢 侮辱我们医护人员 怎么成了我骂您了呢 别口口声声 医护人员医护人员 你们是月子中心 算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侮辱 他即便就是个服务员 他的人格应该得到你的尊重 对 怎么了 我警告你们啊 你们这是侵犯我的隐私权利 还有 你作为一个所谓的医护人员 泄露患者的隐私 泄露患者隐私 我就泄露了 我告诉你 反正那也是你应该的义务和责任 齐先生 你知道不知道 现在你女朋友 患有严重的肺动脉高压 什么 你给我讲清楚 怎么回事啊 简单地说 你女朋友的这种身体状况 对大人 对孩子 都是有生命危险的 本来那月子中心是 让我拒收的 但是我想 你们是奔着我来的 是相信我 所以我顶着压力 我接收了你们 可是 我没想到是这种结果 刘医生 刘医生 求求您 救救他们母子俩吧 不是 齐先生 您忘了 我已经离开月子中心了 不 别 别 那个月中心 我去帮您解释 我当着他们的面 给您赔礼道歉 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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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先生 您既然已经当着我的面 跟我说道歉了 那咱们俩的事 就两清了 您放心 齐先生 我已经把您女朋友的病例 和治疗方案 交给了下面的医生 她已经接手了 而且这个医生 是非常有能力的 还有 齐先生 我还想跟您说 一个人在这世界上 一个人在这世界上 无论是职位高低 富贵贫贱 但是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 生命是平等的 齐先生 我再多说两句 你现在赶紧想想 怎么处理你们自己家的事情吧 孩子出生以后 你怎么办都是伤害 不仅害了你老婆 害了女朋友 也害了孩子 我知道了 我早就想过了 等孩子出生了 我把他们母子俩 送到国外去 让他们一辈子 不愁吃 不愁穿 那你真的是以为 钱也能买到真情 就是因为现在社会上 有你这样的人 才搞得大家不相信爱情 你这是犯罪 我知道 你们都说得对 我会 好好处理的 我会处理好的